在早年间 厦门姑娘出嫁时 都会托人带一把菜刀作为嫁妆 据说这把菜刀不仅锋利无比 三年内不用磨刀 而且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它全身竟还都是用炮弹制成 这把刀到底是什么样的刀 为什么会用炮弹制成 这把刀叫金门菜刀 是台湾金门的著名特产 195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表明解放台湾的决心 震慑国民党当局 在8月23日到10月5日的44天里 向金门发射了47万枚炮弹 在之后的20年间 共有超过100万枚炮弹落在了金门 而这些废弃的弹壳 也就成为了金门菜刀的原材料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变成菜刀 据人们估计 当时留下的炮弹 至少能够打造6000万把 足够装备全国的家庭主妇 并且炮弹壳打造出来的菜刀 也特别锋利耐用 三年内不用磨刀 在行业里 只要挂上金门二字 就可以说是菜刀质量的保证 由于这门生意 金门人把这些炮弹称作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现在的金门菜刀 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厨房工具了 它体现着金门人的聪明材质 既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又有收藏意义 看过环珠格格的人都知道 在乾隆四十多个后妃中 香妃是最受宠爱的那个 相传她极其美貌 还天生异香 但历史上 真实的香妃真的是这样吗 香妃的真实容貌 到底长什么样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香妃 没关注看潮水